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民SUV的称号 从它10月份的销量就可以看得出来 2020年10月 长城全品牌销量达到了135559辆 而哈佛H6单车单月突破5万辆 累计89月稳居SUV月度销量冠军 所以它绝对是国民骄傲 创造了中国传奇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后备 想要超越它的成就 也有很多人在质疑 它是否已经连颇老矣 不过它总是能通过自己一次一次 几乎进化式的升级 来回应这些质疑声 所以当第三代车型来到我面前的时候 我觉得属于它的新国民SUV时代 才刚刚开始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哈佛第三代的H6 在设计方面的进化也是非常不低调的 因为前两代车型在设计方面都是很在线的 同时也引领了当时的汽车审美风潮 为了让大家更深刻的了解到第三代哈佛H6 在设计方面有哪些亮点 我们隆重的邀请到了汽车设计界的顶流大咖 资深汽车媒体人 中央美院客座讲师白宁老师 白宁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白宁 大咖在这边 不上难度体现不出实力 我把第三代哈佛H6 切成一些细碎的小的拼图 让白老师抽选 抽到的细节 白老师一一给大家解析 看看这一代的哈佛H6 它怎么这么好看 为了能够体现出第三代哈佛H6的设计亮点 我们也找来了一台北京现代IX35 看看相比于更为传统和保守的设计思路 第三代哈佛H6 有哪些前卫大胆的新潮设计 我现在手里总共有四块板 您看看您抽哪一个 来第一个给我们讲一下 从随大的开始吧 前中瓦 对 进气格栅的部分 这一代H6的前中瓦 你看到它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尺寸大了 而且好像比较精致 你仔细研究前中瓦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虽然尺寸非常的大 但是它中间的孔大 两边的孔是逐渐在变小的 其实每一个基本都不一样 有一些渐变的感觉 它是有一个精确的计算的 这个也是目前 所有的这个前中瓦设计里头 比较高水准的一个 现在国际很多大厂都用这种手法 所以它的每一个细节都不一样 与北京现代IX35相比 虽然都是大嘴风格 但是第三代哈佛H6一体化感觉做的更好 看上去更自然 另外IX35的中网虽然看上去时尚 但实际效果没有哈佛H6的网状的好 毕竟有点老了 确实像白鸟老师所说的 这个前中网非常的大气且精致 作为一个尾00后 我看了之后是非常的喜欢 那咱们再来第二块好不好 看看哪一块 来 试试 是的 需要刀风设计 是的 这是这两年非常流行的 所以说哈佛一直是非常能跟着潮流走的 我看到这块在后盘旁边是有两个竖料的这种感觉 特别像獠牙一样 它其实制造的是那种跑车前唇的那种感觉 往外 往外舒张的 显得前脸大且宽 对 所以偶像级的这个SUV不仅是要帅 而且还要震得住场面 那还剩两块了 大灯 有什么设计的这个特殊的 你发现这块特小 对 就是最近几年 所有车大灯都更替到了这个LED的时代 就是发光体的这个密度已经很高了 所以我们不用为了照射的面积 为了亮度做很大的灯了 所以就像白宁老师所说的一样 这个大灯非常的犀利 特别的精致 对 所以小眼一瞇销量低 这块还有一个小的最后一块板 我就不让白宁老师抽了 我直接给到白宁老师 这是一个后侧窗 后侧窗 它用了一个上扬的设计 然后定下在上面这儿 这图可能看不出来 看真车能看出来 它有一个痕是跟着下来的 对 这个显得就是为了显得运动 如果是平的 这车就会显得很垮 它整个后尾都是往上扬 更年轻更运动 对可以看到这款车在侧面 这个侧窗部分 确实是给到了很多特别多的活力 而且辨识度特别的高 一眼都能看出来 它是第三代的哈佛H6 相比之下 iX35就要普通了很多 虽然侧面车身 刻意勾化了很多线条 不过这种类似游艇风格的设计 已经不是这个时代 大家喜欢的东西了 另外第三代哈佛H6 这个后悬窗设计 不仅仅是好看这么简单 它整个线条的造型 在初期模具制作难度上 也是非常高的 咱们说完了前脸跟侧面 咱们再看一看这个车 在尾部有哪些设计的亮点 再看这张图 首先 这两年大家最喜欢的 最流行的贯穿式大尾灯 对 安排上了 然后贯穿式大度过条 安排上了 然后尾部的黑色的扩散器 而且前后呼应 后面也是两个直立的 小红的这个 对 跟那雾灯 前雾灯是一个呼应的 对 所以这么看来的话 这个车在尾部的设计 其实有很多用心的地方 对 而且整体来讲非常简洁 非常国际化 没有过多的角柔造作的设计 迎合现在的一个时尚 简单成熟的方式 是的 听了白老师说了这么多设计上面 关于第三大Half-H6的 从一个设计从业者的角度 确实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 一些设计用心的地方 同时 我们也通过白年老师的讲解 学到很多知识点 受教了 那外观的部分设计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咱们可以到内饰的部分 再去看一看 不过内饰的部分 我还是要给白年老师增加一点难度 我需要把您的眼睛蒙上 用唇手去触碰的方式 来感受一下第三代的Half-H6 内饰部分 到底有哪些突出的亮点 好吗 好 我们走 那白老师 咱们到了第一辆车这块了 然后咱们来摸一下方向盘 对 感受一下这个方向盘 方向盘比较细 带这个放手的轮 这车应该有点年头了 对 前几年特流行这个 嗯 那右手边咱们看一下这个中控的这个部分 对 然后有一个大屏 对对对 嗯 然后底下是 对空调的部分 木下一堆鸟 对对对 还挺多的 对 这设计挺标准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 这这应该 这车出来起码有五年了吧 对 上一个时代特流行这样了 是的 是的 行 那第一款 咱们差不多了 那咱们到第二款去感受一下 那白天老师 咱们到了第二款车了 然后咱们也是一样 来先摸一下方向盘 对 感觉怎么样 这方向盘镂空的 嗯 对 细的设计 对对对 带拨片的 嗯 感觉挺运动的是吧 风控是个大立平 嗯 长形的 是的 然后下面 下面没有按钮了 没有了 这么长 对这么长 有点贯穿的感觉 是不是 这有一点 对有一些物理按键 然后再往底下挖 这是悬空的 对对 然后再往后可以摸到挡棒 是一个旋钮式的挡棒 旋钮式的 对对对 这都是这几年最新的设计 是的 最流行极简 没有下屏下面不再有大面积的按钮 是的 是的 然后各种悬空 楼空啊 都在这 对 行 那第二盘也看完了 那咱们到车前面 咱们来进行下一个环节 猜一猜哪款是哪款 那白老师 两款车都摸完了 您可以摘眼罩了 好的好的 辛苦了 那两款车都摸完了之后 您觉得您摸的第一款车 是哪一款 首先那车应该从 它设计的非常标准 屏是屏 按钮是按钮 擋半 特别规整 对特别标准 应该是个日韩车 有些年头了 起码有四五年历史以上 现代的概率大一些 就像您说的 那款车是 iX35 iX35 那您摸完之后 您感觉怎么样 它给您的感受 第一是塑料感很强 整个内饰 因为塑料件的使用摸起来 质感不够出色 第二就是整个中控布局 非常规矩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直排布局 没有太多的 新的东西加入 就是整体的 比较规规矩矩的 这种感觉 那前一款是 iX35 那第二款车 肯定是第三代的 Half H6了 那Half H6 您盲测 触摸它 感觉怎么样 首先说实话 如果不知道 是H6的话 你让我 我都觉得有可能 是电动车 电动车是吧 非常新潮 一个屏在上面 然后整个通的 没有任何的东西 然后各种镂空 包括方向盘 包括中控 各种镂空 就是一个最时髦的 目前的设计 所以像白老师所说的 第三代的Half H6 在内饰部分设计 很有自己的 一个设计的感觉 同时在屏幕 在功能 在整体的功能展现方面 也是非常全面的 同时它的储空间 也非常灵动 所以它既好看 又功能全面 且空间非常的实用 这是Half H6 一贯的作风 也是它热卖的原因 第三代的Half H6 要搭载的是一个1.5T的 高功率的温轮能压的引擎 这款发行机的最大的功率 来到了169匹 峰值扭矩来到了285牛米 在我在赛道里这样开 我感觉它的动力储备 是非常的够用的 尤其是中低扭的表现非常好 因为1400转即可爆发 完全的峰值扭矩 另外 车辆在直到加速 以及弯到出弯再加速的时候 动力的储备表现也是非常好的 激速双离合变速箱 与方机的匹配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换挡的动作不激进 很顺畅 变速箱的升降挡的直击 也被重新优化过 所以大家比较关注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它的顿挫的问题 至少在我这样激烈的驾驶 并没有感觉的抬出来 第三代FV16 转向的指向性和精准性都不错 悬架采用了前麦夫逊后多连杆的结构 悬架的调校保留了一定的紧绷度 弯道的支撑力是中 对于车身惯性摇晃的意志表现也不错 整个悬架的减震筒和减震弹簧 为悬架提供了足够的支撑韧性 对于细碎颠簸路段 过滤性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整套悬架设定偏倾向于舒适性 日常行驶轻松畅快 第三代哈佛H6的车身造型 如果从动态的状况下来看 其实还是旗帜鲜明的 中间一条腰线从前打到后 然后车身下半部有一个凹陷 整个后尾上扬 我根据这些特征 非常容易的可以把这辆车画下来 而且它跑起来的姿态 却是非常的紧绷 非常的动感 属于全新的时代 白宁老师 通过一天对于第三代哈佛H6的一个讲解 您感觉它整体给您的这些设计方面 有什么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吗 在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首先我们从设计元素上来看 无论是这个变剧的前中网 更狭窄的更犀利的这个LE灯 包括这个刀锋式的雾灯 其实你能感受到全新的 目前最流行的一套设计元素 这个车上全都用到了 了解了解 但是对哈佛来讲 因为H6是走量的车 是的 它要让绝大部分人接受 它有一个巨大的销量 对 所以实际上在整个体型的设计上来讲 它还是相对保守的 它让所有人看起来第一眼都很舒服 不能让人看起来惯 明白明白 所以这个度他们把握的还是不错的 是的 可以把新的元素全融入进去之后 车看起来依然是非常和谐的 了解了解 确实像白宁老师说的那样 第三代哈佛H6在颜值部分 确实有比肩国际一线的这样一个水准 而在刚才我在试驾的时候 确实也体会到 它在动力 它在操控方面 确实提升的也非常明显 所以作为国内的销量冠军的一个SUV车型 这次换代带给它更多的活力了 对 然后它的颜值和性能兼具 是一个新的国民偶像级SUV 所以看到它我会觉得我们国产的自豪感 油而生 一看就豪卖 对 非常豪卖 对 那这一期的超级评测家节目到这里 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感谢白宁老师的参与 不客气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